參加共生音樂節的各位好朋友 今年是 228 事件的 67 週年 1947 年的 2 月 3 月 是許多臺灣人承受苦難的開始 無數受難者的家庭 幾十年來默默承受誤解與冤屈 國家政府長期以來 對受難者及家屬的不正義 我們應該正視 應該挺身為他們抱不平 就像當年這些台灣人 許多還是在十幾歲 二十幾歲的青年 學生 面對當權者的腐敗和不義 勇敢的挺身 抵抗一樣 紀念 228 不只是悲情的 228 更是記得前人面對不公不義 選擇站出來的精神 勇於把臺灣的未來扛起來的勇氣和堅毅 共生音樂節是一群青年自發性的主辦紀念活動 我們看到教科書已經不再能壟斷年輕人對歷史的認識 國家不能用威權的思想 扭曲歷史 蒙蔽人的意思 真正的教育 是像這樣 年輕人自己挖掘歷史 建立自己的史觀 教科書不寫的 他們自己去找資料 沒有被記錄的 他們主動做口述歷史 自己組織團隊 舉辦活動和同伴分享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看到 年輕人正在漸漸成為歷史的主體 這幾年 社會上許多重大的矛盾 年輕人都站在第一陣線 用他們的行動 阻擋不公不義 他們向社會發出的呼喚 我們也應該要聽到 也應該要參與 不僅是臺灣 在世界各地 我們都看到 面對不公平的政治和經濟的制度 人民選擇團結起來 發揮強大的力量 人民團結在一起 用行動阻擋不公不義 這就是228精神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 228抗暴 就是實現民主價值的公民運動 當年勇敢的臺灣人 為此遭受國家暴力 無情的血腥鎮壓 幾十年來 臺灣人沒有被恐懼打倒 前撲後繼的爭取民主 讓我們今天能夠享有 比較自由的生活 追求公平正義 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可能是一場 看不到盡頭的戰鬥 每年的這一天 我們在一起紀念228 也相互鼓勵 在日常的每一天 我們要持續用行動 實現228精神 團結起來 把未來扛起來 是對228先人的勇敢和苦難 最誠摯的紀念 是對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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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228